这座温室大棚位于昆斯兰,而国际空间站远在天外,但后者为前者发明快速繁殖技术提供了灵感。 他们正在做的是,在长明灯底下种植小麦,这样植物就不会睡眠,可以骗它们长得非常快。 我们认为这个工具相当的酷,它可以真正地加速我们的研究和地球上的农作物繁殖。 这种快速繁殖技术使用LED灯每天集中持续照射22个小时,激发植物的早期繁殖能力。 这可以让科学家在一年时间里培育六代植物,而不只是在农田中培育一代,或在普通温室大棚里培育两到三代。 运用快速繁殖技术,我们只需要六周时间就可以将小麦和大麦的种子培育成熟。 它对澳大利亚和世界其他国家种植的许多其他农作物也适用,比如鹰嘴豆或油菜。 专家表示,通过这种技术增加农作物产量,可以帮助喂饱全球日益增长的人口。 到2050年,会有90亿人口,90亿张嘴嗷嗷待哺。我们现在的产量不能满足这个需求,所以我们需要在基因方面有所突破。 农作物的生产条件将包括更温暖的气候和更频繁的干旱,更不用说进化迅速的虫子和病菌了。 而我们必须在这些条件下增加产量。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在《自然》杂志上概述了他们的快速繁殖技术,分享给全世界的科学和植物育种专家。 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。